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牛肉的小窝,我是万万又见面喽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我自己最近非常喜欢,也是最近非常夯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Colored Ring新出的这一个九色眼影盘 这是这个跟这个叫Safari Ring合作的这一个一系列 这是限量的,那这个女生呢,大家可以去她的官网上查一下 她的肤色呢,是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rich的那种肤色 所以这一盘绿色做起来真的,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完全是我的菜 我就立马把它拿下了这样子的 那里面呢,长成这样子,我是在那官网上买的 然后是比较这种颜色,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呢,这三个颜色是绿色的 上面是比较warm tone的,然后底下呢,这是比较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就是打造的妆感呢,比较丰富多样一些 然后不止就是九色眼影盘,大家觉得要不都是绿色 要不都是粉色紫色这样子,它不是的,它是九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颜色选择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那这一盘呢,在她的官网上是39美金 如果你不买其他的东西的话,就只买这一盘 然后再加上运费的话,大概40多美金这样子的,并不便宜 那Colored Rain这个品牌,他们家的眼影的特点呢 就是雾面的眼影非常非常的上色 然后Metalic金属感的眼影非常非常的亮 就是,大家看到我眼睛上这个妆容了吗 一会儿我们会做这个demo这样子的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眼妆 这一盘跟这个JUVIUS PLACE 就是什么,THE TRIP这一盘 有一不一样,我跟大家说 没有一个颜色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一盘呢,就是JUVIUS这一盘 你很明显看了,它就是一个 你知道绿色的眼影盘 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然后它的这个CRAZY的颜色 像这种颜色就是比较ORANGE这种的 包括这个颜色也是比较橘 就是怎么说呢,橙色调的这样子的啊 然后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雾面 我有说过JUVIUS PLACE 他们家这个雾面眼影非常非常的薄 然后就是你上妆的时候呢 需要就是,你知道 叠加一下这样子的 那我们再看CRAZY这一盘 找两个类似的颜色 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上面这一个ORANGE的颜色 然后这边这一个颜色 很明显呢这是偏红啊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这样子 可以看到 这很明显的是红色调的 这很明显是ORANGE色调 完全两个色透 那这个呢颜色呢也有一点点红色调 这个呢要偏Yellow一些 上了眼睛之后大家说 哇有区别吗 区别非常大 区别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它整个色调都是不一样的 好吗 然后里边的那个绿色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Julies Place这个有点偏黄绿色 然后这个就是草绿色 就是比较墨绿色那种感觉的 就是非常的绿这样子的 那CRAZY这一个呢 之前啊它有出过两盘 可能有朋友也会说 那万万我有这两盘 我还用买那一盘呢 这两盘啊 所有颜色 就是没有一个跟这个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就是即使你手里边有这两盘 然后你再买这盘 也没有什么重复的颜色 非常非常在线的一个啊 也有39美金 我自己强烈推达可以去试一下 我觉得你用过 就是你喜欢画这个眼妆的朋友们啊 有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化妆的 这一个习惯不一样啊 然后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 凸显眼妆这种人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喜欢凸显眼妆的话 我觉得很漂亮 那如果有的朋友说 哎呦我不想把眼妆化的 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我觉得这盘就是 怎么说呢 可能不是非常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手轻一点点的话 然后颜色稍微轻一点点上妆的话 也是完全OK的这样子的 那今天呢 这一个一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上妆的demo 我自己是强烈推荐这一盘的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做这个上妆的视频 OK我们现在把视频拉近一些 然后我们就用这一盘打造一个眼妆 它这里边是没有这个美股提亮的颜色 蛮可惜的 这么多这一个高光的颜色啊 然后我先找一个Sigma E40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叫Clay 这个颜色 非常上色他们家的眼影 然后轻轻一下 就搞定 一定不要刷子使劲 使劲去这沾染 它会沾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产品出来 我就轻轻点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色度 还有云染力 真的是没话说 他们家的这个雾面 真的是六一个级别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 像ColorPuff啊 或者是一些像什么 Juvius Place达不到的那种高度 非常非常漂亮的颜色 接下来我还用这个刷子 沾上这个颜色的这个叫Gungo Bison 这颜色我多沾一些 发面积的 扫在我Chris的位置 让它变成这种 有点绿 但是也有点黄这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用手 然后我沾上这个Green Valley这个颜色 它打在我 点减中间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 用不着把沙子喷尸 因为它非常的Foil 所以 用手完全OK 而且不会掉粉 ZOEVA的这一个20223这个沙子 然后我沾上底下这一个叫Lioness 这个金色 然后把它打在眼头的位置 过来 你可以看到它是很Foil的眼影 它是不掉粉的 这点可以放心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一个眼影就是 贵在这儿 好在这儿 很 真的是 可以看到 真的很到位 这个亮度度 看到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小头的刷子 我用这一个Sigma E32 这个刷子 对 E32 这种Shade Brush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绿色叫Jungle 蓝绿色吧 这个颜色 这里 OK 它在我这个眼尾的位置 其实你压在眼头的位置也OK啦 就是如果你 想要妆容非常非常的 绿的话 然后我就给它压在眼尾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用刚才的这一座 Sigma这个刷子 我不沾任何的粉 我去晕染这一个颜色 边边的这个地方 然后往前晕染 稍微戴一下 搞定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Shade Brush 然后我先沾上这一个 刚才用的Jungle 这一个颜色 然后我再用这个颜色 去晕染它 画到我下眼线的位置 这个绿色 我就画到眼尾的位置 就连一下 那个刚才加深 那个地方 然后我再用Clay这个颜色 去晕染它 往前晕染 然后我们再摘一点点 这个Green Valley这个颜色 然后 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搞定 然后 我画完眼线肌毛膏 马上回来 好了大家 那我整个妆容 那就全部完成了 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 我今天打造这种妆感的 那我最后一部 这个唇彩呢 我用的是 雅诗兰黛的这一个 唇彩 色号是110号 就是裸色这样子的 我觉得比较配 我今天这个妆感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盘 我觉得蛮值得去 注意一下的 就是这一盘眼影 那希望通过今天的 这一个分享 还有上妆的 这一个视频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 收集一些 更多的信息 去选择这一盘眼影盘 那我们就下篇 美妆日记再见咯 新来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 我的美妆频道 希望大家 喜欢这个视频 多多点赞一下 拜拜 拜拜 拜拜